周茂春博士 好 下面我们请周茂春博士和余杰先生上来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panel比较长 还有两位要报告他们的 他们比较侧重海峡两岸 国民党共产党土地改革的比较 那么我先介绍周茂春博士 周茂春博士他是处理台湾光复初期的农家子弟 他见证了台湾的处理改革的过程 因此他进入国立政治大学正习大学就读 然后进入地政系研究所申告 受教育当时的中国土地改革之父肖增博士 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肖增博士 原来也是计划在中国大陆搞土改 但是由于内战这个没有搞产 那个他再进入台湾国立师班大学 台湾使研究所进修取得第二个硕士学 然后进入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台师所博士班 完成了他的论文 这个论文的题目是 《台湾地权制度编签子考察》 1980年到1990年的论文 取得政治大学博士学位 现在他担任这个台湾好立师兼社经研究中心的主任 也是一个民间的这个团体和组织了 并担任过这个台湾教授协会的社经组的召集人 他发表了不少关于这个改湾两岸这个进行比较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这个周茂春博士 这个给大家这个谢他的一些想法 好 做博士请 主持人 各位贵宾 早安 大家好 很荣幸今天能够叫《台湾两岸独立改革运动》 做比较这篇论文 向大家做一个重点报告 我是一个历史学者 所以这篇论文呢 就是以历史宏观的角度 下以研究探讨 由于角度不同 研究方法不同 采用的数量不同 因此导致了 研究的成果不同 结论不同 各种看法不同 所以我想 假如能够透过造极各方面 最后面的专家水泽 将他们研究整个呈现出来的话 那 将可以呈现一个全面性 客观性的一个面向 我想这是 这次辞职大水 和合伴的单位 举办这次国际研讨会的目的 而且啊 这个不但是既有 对国际社会既有贡献 在历史上既有时代的意义 首先我们看图片上面的那个图 很多一个两个 所以他们也就强调 性质上是不同的 那在这个里面 我谈一个 历史上谈的一个因果关系 历史呢 有一个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历史的事件 在国民党 共产党两个园 将土地改革列为最重要的 最高的政策 所以一定要实行的 推动的 就是历史上的一个必然现象 那为什么会说偶然呢 我们谈英国嘛 假如啊 因为在实际上 领导人风格 残疑的各种很多的辨识 在这种辨识之中啊 可能就发生一个别的不一样 海湾 土地改革成功 这个政治更加一定 本来以前国民党变成说 腐败政府嘛 所以从踏入啊 被拋到台湾来嘛 那中国共产党 1950年前啊 他土地改革成功 不是改革 就是说 做得不错啦 所以他才有办法 将这个 带动农民的一个支持 才能够打败腐败的 这是土地改革成功 中国共产党 大陆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个两岸呢 因为土地改革最好成功不一样 大叔 正眼两岸分支 一个在台湾 一个在中国大陆 这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 非要有这种事情 那因为在这个委员 那这个委员呢 我要先 因为我是研究历史 我们已经要谈到台湾 时代必须分心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为什么会 那才从国民党 开始 国民党和共产党 有一个很重要的 1902年 开始进行土地改革 运动 那这个里面 国民党里面 在1902年 在国民党一个很重要的 在浙江 因为浙江是互劳的农村地基 所以才这边开始 他在浙江 省定义在浙江消散 自动会 推动务务减出 因为他是采取的 所谓温和路线 那这个有些人来讲 因为刚才有 在土地改革 两派理论 一派的是什么 税期地址 减低地址 一派理论 是用减低 这个资金收入 让农民好够日子 这是两派的不同的 一个指章境线 所以在里面 刚才老师讲的 暴行不一样 那国民党以外 在1902年开始 他就是用 开始做温和路线 整个 暴行自动地改革 1924年 孙中山先生的 葛文水有期天 他已经各式了 列入国民党的党纲 这很重要 再来1902年 萧正 萧正是我的老师 萧正在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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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他們土地沒收的話 就是不要他們的命 他當然要反對反抗 所以從早到 從漢朝以來到 很少有辦法土地改革能夠成功 屬力太大了 無產這幾下都有產這幾不容易 再來一個1933年陳古夫他在將事當生子時 就開始啟動現實辦根植有基點 根植有基點是中華國民黨裡面的正式的黨綱根植有基點 那再來以後 但是因為中途再次爆發嗎 中途的 再來一個陳審 因為這個原土地改革也有一個陳審很重要 陳審在1945年7月當江蘇省住的時期的時候 在啟動事辦根植有基點 那個4萬5檢植工作 但這個成果非常好 陳審 那這個4萬5檢植成果有 他就想說假日都要改革成功啊 一定要辦土地改革 所以就有一種會到台灣以後 他直接辦土地改革的主要原因 第4個 還有一個陳審 陳審大概很好談 其實陳審他在福建省生子期的時候 1945年的時候 他就在隆岩縣辦理土地改革 那個林樹丹這個人我認識 因為很好了 是我的水長嘛 他這個林樹丹成立之後 就變成非常成功 所以1950年代以前 國民黨只有陳寗在福建省辦理成功 其他都種植了 福島就是種植為會 再來一個 中共早就推行土地改革個程 中共在1922年6月 中共的中央主委會 他發表第一次對十幾的指章 他提出啊 肅清金華 那時打一個肅清金華 莫肅金華官僚主義 將土地分給平隆 這是第一次啊 中共的正式文件上 記載這個土地改革的事實 第二個 1925年 他發表一個告民眾詩 他指章 限述享有土地之最高限為 那應該將多出的土地 多出的土地 分給平隆 這個縣的會令 目前台灣的土地王 還有這條法律會令 第三 再來一個 1907年非常重要 1907年的時候 中共 召開重要政治局擴大會議 認見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 革命子革命的中心內容 他就是 他就是 鬥掉李立塞嘛 陳圖秀 那在以後 就以後以後 改一個很有名的敲收暴動 敲收暴動 敲收暴動 就是說在敲完以後 暴動 將地址撒出去通 都不給你一點 那在以後 就以後三個人 一個 毛澤東就到湖南 那 還有一個 齊向前到湖北 還有 劉色李立山 到江西 就從秋風暴動 在秋風暴動 其實在歷史上 非常重要 一個很重要 一個 1907年 毛澤東還建立 在警察建立第一個 一個基點 那在這個基點以後 這個台灣的毛澤東 轉變幻想 以前都找公運嘛 由公運轉到農運 那這個 在一個發展 採取一個 鄉村包圍城市策略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 一個改善的點 那在一個 1931年 中共 建立一個 思維愛共和國 它有一個 思維愛共和土地圖 這個土地圖非常重要 你知道 它在法律上明定 允許人民 私有土地啊 它可以 土地所有啦 可以輸資 可以抵押 這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 中國不會 我們講說 它一定是那個 這時候 土地公不見得 它在這邊 就是張土地私有 那在一個 所以在這邊裡面 一個我用大的一個 很重要一個 經濟學 就是馬雲之 他就提到 去在早期的 中共 和國民黨 兩個土地改革的方式 目標都一樣 但是 手段之後 手段上 中共採取 暴力機的手段 國民黨才穩定的手段 兩個差別 這就是一個差別 那在1935年以後 因為土地它用 從前開始 為了中共 為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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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民主統一政權 它以前就是 又擴大了 台北沒有 某種暴動 其實我會知道 中共在早期 1950年以前 在大和土地改革 它是根據西藥去做調整 並不是一省不變的 所以它那時候 就開始又衝啊 又往下來 溫柔 但是這樣 那以後大和民心 接著我們就支持它 所以一直 你們一直在講 中共能夠的差距 非常聯合 應用 不是大家想像的 非常僵硬 那在一個 在一個 1949到50年以後 1945年到後 就是已經 裝作戰爭結勢了嘛 這時候 它就開始 將以前的那個 土地改革經驗 扣到一個 去做一個 一個 同事一個 扣斷 其實 那在這邊裡面 它這邊 建立法庭園 去參加戰爭的人 這 農民啊 本來是支持 弟子支持國民黨 農民轉向支持共產黨 這很重要 所以你想想看 在1945到1949年 等等幾年之下 第一個 中國共產黨 那裡有多少人 能夠打發共 國民黨 一定有它的營 這在土地改革方面 結重 很重的 人事 所以有一個 隨時他們講說 中共高級土地 以農村包含鄉村 竟然躲起中心之內 所以山陽就進了這個戰爭 那所以人開始兩個嘛 中國國民黨被趕到 跑到台灣來了 那共產黨就擴大了 那中共的土地 再建立後 土地改革 1950年 我做到1950年 1960年 那中共土地改革以後 它政治方面 建立一個共產黨的共和國 經濟方面 建立主張 進行擴大進行土地改革 那 說關於主任 那這個我也要寫明一下 中共在建革吃起的時候 就說政治學生會 正經不是很穩定 共產黨 一百四十萬人 共產黨黨員只有十四個 不是他想像說 好意思喔 沒有 就讓大家 那這個 一般來講 很多人 土地改革的話 就說 主要就是說 第一集團進行 全自檢視 再查歷史 第三個土地 沒收分點 這個集團期前 剛好和國民黨 在台灣的推行方法相類似 但我認為 因為 這第一集完整以後 產生一個很重要 台灣人以前 工地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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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 我們應該分成三集 第2次 土地改革 說不定的土地改革 土地公共和的 UE 法縱環省 成全擴大 是 擴大 時事的時候 然後吹來帶領國家會使劉塞也當的土地改革委員組織委員 然後訓練一批人直接派 所以有時候一直在講 中共土地改革不是外面想像的 完全是沒有步驟 它是有一個烏雲的辦法做 但是它目的還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化 但是社會主義公有化的話 因為人都是愛習慣有錢有拆財 民下時要將財產都被共有化 農民沒有好處 農民沒有好處 當然要隱藏 所以這次第一任 第一個這段疑惑 第二個 190年6月韓政爆發 第二個剛才講 中共陣情不穩定 140個政策委員 政協委員 它是戰16人 你們確定不是人家 所以它那時候 第二個 共產國民黨 留在大陸的地主反對勢力 非常龐大 所以它就利用什麼 鎮壓 給金融用 在這邊 我們台南勢力 根據日本水準經驗 有三百多人收害 三百多人收害 抓起來就很多 我們通國文台語 我們這個研究還一直在比 日本人收害很大很多人收害 那第二個階段 阿弟子查天母財神 那依照中央的決定 將農務分成地址 富隆 中隆 平隆 富城地址 兩個階級 互相鬥生 他從來講 叫農民要跟著台南 去祝福嘛 叫去祝福嘛 那一透過激發農民 墮豬 那從我剛才講 你看那個道政大會 就剛才這邊有道政大會 道政大會 接著 那這個以外 以外這邊你看 用嘛 那這個 第三個最主要的是 沒收地質的土地 然後分田 分田給他百姓 所以才會說 那個土地改革 剛剛出一段階級完成後 農民是感謝共產黨 感謝馬主席 讓我們這些人 幾輩子沒有土地 分田土地 所以你看為什麼 那個號召力很強 那這方面 這方面很強 那第二 再來一個 這幾個 有多少 三億的農民受賄 不是你 三億的農民受賄 所以他在經濟建設上 非常有貢獻的 不是大家講的 沒有貢獻 但是 因為他利用 反政 反政要反國民 這個清算 共國民黨留下的地質和救市力 那建立自己 這些農民建立自己的 基層政權 太明明了 這是鎔固 中共政權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一個技術 那 再來 第一階段好以後 台灣就結束了 但大陸 他就想說 算了 應該要什麼 應該要用複製紙 或者 其實複製紙 台灣到今天 2019年 還有複製紙存在 農村的生產 所以複製紙存在 第一階段好以後 台灣有一個農民消費 一定是 其實這兩個政策是不錯 但是 這兩個政策以外 他們最大的就是 保持所有土地私有 所以 老老民還是 但是很可惜 毛澤東 他想說 社會主義的 公有化 所以他們就不擺利 他說 地階段 地階段是土地 都裡面私有的 所以 我要高階農會市長 高階農會市長 你就想 找一些市長 一個叫基底農場 基底農莊 那這個就是說 變成 農民寄生在基底農莊 裡面 高階農會 土地變成私有到共有 那私有一個影響 就產生 我跟他奴隸 種了點 分的不少 不跟人說 所以那時候 鄧祖輝 劉少奇 和毛澤東 開始產生 入獻金資 是不是擴大 然後高階農會 或收編 就是不要 就是發生 那是兩個在鬥的時候 毛澤東 好大 我就看 高階農民過世 我再給你看 變成 有靠北 就等到合作社 那個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 是一個 社會主義 完全社會主義性質 同時 它是一個政經合一的體制 這個你知道 政經合一的體制 比如人民公社裡面 將土地私有 貨為公有 變成公有制 但是人都是 資本主義最大的特徵 就是它會很重視失人財產 因為你私有的話 你才會去生產 去賺錢 你才會想要生錢 你出稻國化 都看我不願意不做了 就是大家就出稻國化 人民公社之後 我就不做 不做的話 結果變成什麼你知道嗎 農業生長 大整個 大整個經濟要進去 就把整個大整個 結果人民公社 如果 集統計 23千萬通 這個很嚴重 所以 我們來 假照第一階段 那個 分田 沒收分田以後 和台灣一樣 或者到合作 複製組合作社 我們來 大陸 中國共產黨 是功德圓滿 結果又準備 辦事 中國到農村大好賊 這很嚴重的問題 就等於說 很嚴重的好的 變成全部化為無有 在台灣土地 五十年代土地 因為剛才 廖先生已經報告 看很詳細 那這個裡面 我主要講 它分三個複製 375減失 什麼叫375 不分呢 就55對分 閉嘴 那你再講 百分之 50 農民分得了625 地址分得了 千分之375 做375減失 就是再來 那375減失以後 大自在1948年 陳審擔任生殖史 為什麼要做你知道 那時 大陸 共產黨 土地搞得不中 很多台共 台共 台灣共產 就以這個做號召 我看到有調查局的報告 結果啊 陳審就說 台灣的危險 因為台灣再退的話 沒地方退了 那只有什麼 你要抵抗台灣的 以旗艺方法 駐湯方法 你有25減失 偶爾再來35減失 我用35減失 抵抗 結果 OK啊 他們就講到 在政治上 那些 很多台共 都住青了 他們就講 我看到很多回憶 他說 我們沒死傷了 我們就住青了 好 再來一個 公地方民 公地方民的話 這是一個 將政府公有土地 公有土地 放民政經濃 這個目的 再解決 公地面積不小的問題 他們也要穩定 那耕捉有起田政策 耕捉的提點 是最後一個步驟 也做了一個 非常有意思 他這個 那所謂耕捉 耕捉的人都有 自由的土地 那他才一個 和昏田莫收不一樣 他是在 增收補長方式 當然做了很多細節 那增收補長方式 以外呢 地主拿到土地 拿到這個 其實呢 所以你到工商會發展 田農 田農變成自耕農 自由土地 他會認真地去耕種 所以 導致一個什麼 農業生產增加 農民所得一提高 出去消費 出去消費以後 很重要是 台灣的 國務院的練習增加 國務院的營造業 生產 長小氣 所以這個 就對台灣的營造業 非常有貢獻 那最後一個 就成果比較分析 台灣的話 一般自認證的時候 非常成功 他既有社會公益 也要水準 國有的性質 但也要一個水準 這很少人講 因為地質受死 達至現在有 台灣獨立業運動 他也很明明 因為很多 我們分析 南獨立業運動 裡面很多分析 不是地質 就是地質的厚大 第二個 那民間工作 我主要是北部林橫道 林佳 林橫道 他認爲社會政策功能 聯合政策 南部A主導 他是一個台籍的文水家 他認爲 老公民社會 不容何認 但他最不滿意 最好一個是一個電動 電動的話是劉傑 他認爲說是一個政府的德政 當然 吃頭天 吃頭日子 那最好一個是民進黨 民進黨很難 但是他一個人在習超德 但是台大城市是畢業的 他就認爲 這是一個 對特律改革的 從投資生活方法 擠放出來 是一個德政 最好一個 中國特律改革的民間看法 主要是有 這也是 他騎姓是不錯 三億人 最後因為特律改革才變成一個 就是一個很大的外民 那民間的看法是張通 聖聖 張通市的當地人 聖通市是新加坡華僑 他們回到族國通的土地 改革上的指導員 他們都非常成功 因為他們其實感到 農民計算成長的時候 感謝 我好像說都感謝共產黨 這真的非常成功 但是 最好一個是 人民公司 人民公司我這邊 有一個編哨婚 他是 劉基人民公司這樣 他真的 他看到那整個 他是充滿了什麼 恐懼 又婚 因為他周遭人都死掉20萬 最後一個 我用歷史隨時 唐多剛先生的看法 他認的是 唐多剛先生的 很講政治 是農民的黃金罪 但195年 高潔洪和社 其實冒進入線 那農民進這邊 3000萬花二十 聽到文字分析啊 台灣的獨立改革才 溫柔路線 他是一個 但是共產黨出去也是溫柔路線 但是他手段的話 因為他以政壓反革命 是採取暴力學生的 所以剛才另外 暴力學生的方式 這手段的不同 最後一個 林老鴻哥 蔣介石 和毛澤東 蔣介石是利用 任用 技師官僚 因為這技師官僚 不是我講的 是日本很多水族 研究的結果 那是技師官僚 那像我講 蔣銷銷 很多都是技師官僚 那這個 指示副指導的名字 那這個毛澤東啊 一大千一百千 結果 日平都服從他水 他鄧紫輝 劉少奇 鄧小平 逗了 結果他贏了 人體公社成立 但他們公社以後 搞得一大糊塗 結果在 廬山輝的時候 被 劉斗海 楊芬田他們 抗瘋 結果他沒辦法 要撐平下台 到 浙江去 養病了 那這個以後 導致一個很大問題 因為毛澤東被 土地改事外被動下來 他要想要 取得怎樣 這 以那個什麼 文化大股運 那文化大股運 對中國更是一個好傲 所以我這個 日平中的社會改革 最好在天使地利 人和三百多級別 才能成功 尤其人和 非常重要 假設計人和 中間失敗 任何的共貴一貫 謝謝林婷 謝謝 林婷 謝謝 林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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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婷